毛泽东儿子毛岸青 废太子的悲凉人生 毛泽东和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的次子毛岸青 1923年生于湖南长沙 1927年湖南肃清共党 杨开慧带着三个儿子躲避到板苍乡 1928年毛泽东进钢山再结婚贺子珍 1930年杨开慧被捕被合见处决 三兄弟被外祖母抚养 1932年转移到上海大同幼稚园 1936年被送至莫斯科国际儿童院 后来毛岸青考入了莫斯科东方大学 1947年回国 未能见到18年未见过的父亲 他后来入党 去东北土改1949年到北京 从事俄文编译工作 挂志大校 1951年 因与领导发声口角 毛泽东下令他写检讨 毛岸青不服 最后被逼疯了 先后几次住院 1951年三返运动中 揭露出毛岸青搞肺被冒领 他打哪人一耳光 老毛狠批小毛 小毛精神分裂症正式爆发 再次去苏联治疗 直到1959年返国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